SportLine的朋友們,大家好,我是LawipopF的小鈺 那在這邊祝大家父親節快樂 我跟我爸爸很難忘的一個回憶就是 有一次我大學的時候心情很不好 然後出去喝個爛醉然後回家 那時候已經半夜兩三點了 然後他就跟我講,他那時候我一回家他就在家裡等我 其實那時候我就很害怕 因為我怕他有人罵我或打我 然後我那時候他就問我說 你這不是晚才回來 然後我那時候就因為可能心情不好就跟他講一句說 你不要管啊 後來我就回去睡覺 可是他隔一天他其實也沒有怪我 或是說真怪我或是打我之類幾乎都沒有 他只跟我講說下次你要這樣子的話就早點回來 或是早點出去玩 所以我覺得他還算是 蠻體諒我的心情 然後也知道說 我心情不好 對